中方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我们一向站在和平 正义一边 我们始终认为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 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当得到尊重 应当彻底摒弃冷战思维 通过对话 谈判 寻求乌克兰及相关问题的全面解决 最终形成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一个时期以来 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习近平主席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强调 有关各方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充分利用包括诺曼底机制在内的多边平台 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 乌克兰形势急转直下后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分别同俄美外长通电话 指出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当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 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认识到相关的问题的重要性 通过对话谈判 缓和试探 化解分歧 接下来中方还将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方的做法同个别国家制造危机 转嫁危机 从危机中余力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究竟哪种做法更有利于欧洲的安全稳定 更有利于欧洲的长治久安 相信大家会得出公正的结论 当前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 我们希望有关当事方保持冷静和理性 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问题 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欢迎并鼓励一切 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